阿嬤今天 今天要找一號 要找一號 柯文哲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今年一月十二號選前一天 曾到臺北文山區車掃 而在這一天又被爆出 政治現金申報餐廢收據 有問題 被列在文山區的馮山小吃店 共有三筆金額 其中一筆是一萬三千八百元 同天同店消費 還有兩筆一模一樣的金額 都是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五元 總近四萬一千多元 小吃店總消費就超過四萬元 實際來到馮山小吃店登記的地址 但這邊不是小吃店也沒有賣便當 而是汽車保養廠 我們住三十五年吧 沒有馮山咧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馮山小吃沒有 那一間就二十幾年都是修車廠 所以沒有聽過什麼小吃店 沒有沒有沒有 在地民眾都沒聽過馮山小吃店 根據申報紀錄來看 去年九月二十三號有兩筆餐費 銅金額投日期都在台中米其林餐廳 另外還有三筆銅金額的便當店 排骨大王和食品行 不僅金額重複性高 就連消費日期也都在桶田 柯文哲政治現金申報疑點重重 也難怪網友嘲諷阿伯吃雞油便當 不行嗎 三立新聞黃新陳去到臉台報道 三立新聞黃新陳去到臉台報道